哈喽大家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AirPods Pro 那么这么长时间没更视频 主要是因为我第一个 我的电脑有问题 我送去修了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最近在申请大学 很多事情街头烂额 那么本期视频主角呢 我前面也说的是AirPods Pro 那么这款耳机呢 是苹果突然在官网上悄悄上架的一款耳机 但在这个耳机上架的同时呢 大家也都知道 iOS更新了iOS 13.2 同样的加持了这个 对于降噪耳机的支持 其实这款耳机呢 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被爆料的很多了 基本上连它的那个图片 就比如说调整 是否降噪的图片呢 都已经爆出来了 所以说呢 大家对于整个外观来讲 其实都已经有了很多行李准备 但是呢 其实真正的啊 我看到了这个照片以后呢 我还是觉得有点受不了 这个外观确实是稍微有点丑 但是怎么讲 肯定是用习惯就好嘛 毕竟iPhone 11 Pro 很多人也骂丑 但是呢 还是很多人都觉得 哎还可以吗 用用 哦可以 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对不对 所以说用久了就好了嘛 所以说呢 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产生一下 我们的 苹果家的新吹风筒啊 OK 那么我们拆封就来开始吧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新吹风筒啊 那么它的整体的这个盒子呢 其实是比上一代会大一些的啊 然后我们把它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撕开啊 通常呢 都是一直都有苹果的快丝结构了啊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确实是啊 可以提升我们用户的开箱的这个体验度啊 然后呢 这个主尼设计的也非常的不错啊 它在美国的售价是249美金不含税 然后在国内值1999 但是拼多多已经做到了1888好像是啊 然后呢 这边呢 是它的一些说明书之类的 大家看这个AirPods呢 因为它功能比较多 所以说呢 说明书啊 其实啊 也是挺多的啊 然后放到一边去 这就是我们的AirPods的这个本体了啊 那么这个AirPods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会很宽很多啊 那么这个呢 是我带了壳子的AirPods第一代啊 给大家简单对比一下 其实这个对比的照片视频啊 现在很多都有看到了 其实啊 其实我觉得和带了套以后都差不了太多 其实整体的大小 我觉得只是说把它啊 压扁了一点 其实其实体积来讲的话 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觉得放在兜里啊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把这个AirPods 哎 竖过来的感觉啊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膜撕一下 啊 这就是我们的AirPods啊 大家看一下 AirPods Pro AirPods Pro 然后我们看一下配件有什么啊 配件呢 首先呢 就是附送了 因为它是入耳式耳机 所以说呢 加上机身的一共是三组啊 不同大小的这个入耳式的这个耳塞啊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一条数据线啊 是用来充电的 然后它是一个Type-C转lightning啊 所以说呢 可以直接适配我们的 啊 iPhone 11 Pro Max啊 当然了 我没有iPhone 11 Pro Max 可是我有啊 其他的 就比如说MacBook的充电源头 因为我也是啊 最早的一批啊 使用苹果快充的用户嘛 所以说也是Type-C转lightning啊 那么这条线呢 其实啊 我觉得我反正用不到啊 一般我都会把它载着 然后呢 除掉 毕竟原装线嘛 很多人就是喜欢原装线 然后呢 默认的 应该是默认的一个中大 中型大小的一个耳机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连一下手机进行一个测试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打开 然后白光亮起啊 这个灯呢 也是在外面的 而这边呢 就有这个AirPods Pro啊 然后呢 Connect with iCloud 苹果的连接方式就是这么的快啊 就是说啊 一键式的连接啊 就不管是他的家的所有产品 比如说HomePods 还有Apple TV 比如说你设置新的iPad iPhone的话呢 都是可以进行 啊 离得很近以后 就可以进行快速设置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 啊 苹果做的真的非常不错 呃 所以说希望各大厂商呢 也能跟进啊 苹果的生态啊 之所以这么好 就是因为从很多细节下手 所以说对吧 然后这边呢 Ctrl Center里面 我们在就是它告诉你 会在声音里面啊 会有一个控制 然后这边呢 呃 你是只有AirPods 2级以上的设备 其实就是AirPods 2和啊 AirPods Pro 呃支持这个读 阅读信息啊 之前苹果说可以阅读信息 并不是所有的AirPods都支持阅读信息啊 然后我们就打开呢 使用Siri来阅读我们的短信啊 当然这只是这个Message啊 然后把声音打开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啊 这个拿起来的时候呢 不像这个第一代啊 我的这个AirPods这么快的拿出来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弧度的嘛 所以说拿出来的时候啊 还是会稍稍受阻一点点 不过还好啊 但是呢整体的这个造型 我觉得真的是聚丑无比啊 给大家看一下 我真觉得这个整个造型真的是聚丑无比 而且它肯定是为了这个人体工程学所设计 所以说呢才设计成这种样子 但是呢我觉得从这外观来看 真的和苹果的这个AirPods 普通的这种AirPods来讲的话呢 差的真的很大 就我还是觉得苹果这个设计的真的很好 这个真的 毕竟它是入耳式啊 设计的真的是聚丑无比啊 我们把它带上去啊 然后这边呢是Rite 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带苹尔式耳机 就是因为苹尔式耳机 它的这个带久了会不是很舒服啊 我现在把它带上去进行测试 然后当你带上去以后呢 我非常的明显能感觉到啊 它的降噪就已经开始了 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一个AirPods的一个 Pro的一个logo的 然后我带上去以后 其实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 这个降噪效果确实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话声音啊 就明显就是和平时不一样 就是比我普通的降噪耳机 会好一些啊 的感觉啊 当然我现在的环境 因为是非常安静 所以说很难测试 那么简单说一下 苹果这个技术呢 是外面一个麦克风来进行反向降噪 然后呢再加上 你耳朵里面还有一个麦克风 就是看看你漏进去有多少音 然后呢进行一个降噪 所以说呢 其实它的这个苹果做的技术啊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啊 不像是很多 国产的蓝牙降噪耳机呢 就是它只是在外面一个设置 然后呢里面到底是否 是这个情况呢 它不清楚 但是苹果它是有两重进行判断机制 所以说这点呢 也是做的蛮不错的 然后呢 这边呢 可以在这里面 在设置 在这个音乐里面进行设置啊 我们点一下 然后呢 这边呢 是呃 noise canceling 就是打开我们的这个呃 模式啊 这边off呢 就是关闭 然后呢 我一关闭呢 现在说话声音就会比较明显的 就是入耳式耳机会给你造成的这种感觉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呃 迎耳朵的感觉 就是呃 可能呃 因为它没有线吧 就不会有听诊器 但是如果说它有线的话 肯定会很严重 就是说我自己说话啊 有比较大声的那种感觉 就戴起来啊 确实是不如我们的这个AirPods那么的舒服 特别是跟别人交流说话的时候啊 而这边呢 是有一个呃 叫什么清晰模式啊 我觉得这个清晰模式 更多像呃 偷听模式 但是呢 和偷听模式不一样 我觉得苹果为什么做的这么好 就是因为这个清晰模式 呃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平时你戴的这个入耳式耳机的话呢 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说话 跟自己跟自己说话 但是当你打开清晰模式以后啊 就我刚打开以后呢 我突然一下就觉得 耳朵突然一下就开阔了 就是说你听东西的时候呢 就说话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种都隆隆的回声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啊 就苹果这个确实是做的啊 和那些确实是 苹果在细节把控方面 确实是啊 索尼啊 啊 还有boss家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如苹果这一点做的好 就是说 你戴上去以后呢 跟你一种没有戴上去的感觉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AirPods 普通的AirPods戴上去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很通透的感觉 就不会觉得你耳朵会塞着什么东西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是入耳式耳塞 所以说呢你可能会戴久了会不舒服 但是就我目前而言来讲 这个耳机戴上去和这个啊 其实差不了太多啊 就是可能它的中号耳机也非常适合我的耳朵大小啊 戴上去啊 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感啊 整体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当然了我也肯定会戴久一点 可能戴个十天半个月的啊 然后呢有机会啊 长时间佩戴的时候呢啊 我后期再出一些视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 这款耳机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呢就我目前而言的话呢 这个耳机戴起来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呢这个清晰模式啊 可以解决很多入耳式耳机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话不多说 毕竟是耳机嘛 我就简单的听一下这个它的这个效果 当然如果听效果的话呢 我就不开启清晰模式了啊 这边呢就使用这个啊 普通的模式 但是呢不开启降噪 是因为啊降噪 第一个它会影响一点点音质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这个环境也非常的安静 不需要降噪啊 所以说简单听几首歌曲啊 OK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抽一下我们这个南卡N2的耳机啊 那么不好意思 我没有录屏软件啊 所以说就才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我们一共是七页嘛 然后我先抽页数 再抽具体的楼层数啊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 好第二页 OK那么第二页呢 一共是有20个 然后呢我们再抽一个20 OK那么是第十四楼啊 那么就是从倒着数吧 就是还是正着数吧 倒着数不会数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的啊 这位小伙伴们啊 这位小伙伴啊 你获得了一个南卡尔机 别忘记和我私信啊 不私信的话是不会 无法领取的啊 我们抽第三位 6 OK那么第6 也 那么先转到第7 再转到第6 也OK那么是第6 也第6也应该是19个 然后呢 我们就来抽一下啊 19 20个 我们再抽一下 好第2个 第6页的第2个 哦你刷楼了啊 但是算了你应该是自己有那个的 所以说那么就是这位小伙伴们啊 这位小伙伴你抽到了啊 别忘了私信我啊 不私信没有的啊 然后呢 我们在最后一个 好第7页就是最后一页 也就是说最早评论的几个用户啊 然后呢 123455个人啊 就5个人 所以说你们5个的中奖几率贼大啊 OK5 那么就是第一名啊 这个叫做你只属于我啊 就是第5个嘛 最后一个嘛 就是第一个评论我的人啊 你也获得了啊 南卡的这个N2的一个耳机啊 2000 years later OK那么我现在呢 也要说话的时候呢 就打开这个清晰模式 这时候呢 我说话就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然后呢 也不会感觉到入耳式耳机的存在 OK那么我简短的听的时候呢 我听了一个啊 人声又听了一个啊 叫古典比较多的 当然我没选择蔡琳的 蔡老师的歌曲啊 选择是啊 Bad Guy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古典来讲的话呢 因为它其实是入耳式耳机 所以密封性会强一点 所以说呢 整体感觉呢 重低音呢 会比AirPods会好一点 但是呢 其实在高音方面 或者说中音方面呢 其实和AirPods是差不多的 唯一就是在低音方面啊 因为它塞得更紧 所以说低音可能会更好一点 当然了 我其实算是一个不舍不扣的木耳 所以说呢 呃 我肯定不如其他那些专门评测耳机的评测 那么好 但是我只能说一下 就是这款耳机 因为它入耳式的原因 所以说它的音质会比AirPods好 并不是说可能它有更多 更大的这种单元 或者有更好的技术 所以导致的这个原因啊 仅仅是因为 就是说你其实可以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AirPods啊 你就塞一个 那种想办法做一个耳塞 然后呢塞进去 其实我觉得效果 应该都是差不了太多了 但唯独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说 呃 它的这个佩戴的舒适度啊 是我觉得 呃 和这个是不相上下的 当然你可能戴久了 还是会有一些感觉 但是我觉得就我刚刚在那戴起来的感觉的话呢 是非常舒适的 那么具体容不容易掉啊 或者一些是日常日后的一个使用问题 比如说 呃 Siri读语音那之类的 我肯定会在后期的视频里面放出啊 那么为什么我之前开箱那个AirPods第二代 然后呢 我现在还是用的一代 就是因为 第一个一代对于我来讲 完全够用了 所以说呢 呃 趁着二代啊 没有跌价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算是平价 就基本就出掉了 就亏了个税钱就出了 所以说呢 其实AirPods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非常的耐用啊 其实你买AirPods一的人 很少去买了AirPods二 就是因为其实 呃 基本上完全够用 AirPods二多的那些功能 基本上 呃 我们都不是非常的大的刚需啊 但是呢 AirPods Pro出了以后呢 我觉得它的很多功能就变成刚需 就比如说 坐飞机的时候 我虽然也有降噪耳机 但是呢 就是因为苹果连接太方便 充电也速度也很快 然后呢 其实呃 音质表现也还算可以 所以说呢 我虽然有降噪耳机 但是呢 我上飞机的时候 我还是会选择用AirPods 但是就是因为AirPods没有降噪功能 所以说我就把声音调的非常大 所以说对于一些 比如说经常坐飞机啊 或者是像这种经常坐飞机 或者是出差的 比如说坐地铁啊 做其他东西的时候呢 呃 你不得不把AirPods调很大 导致损伤听力来讲 我觉得AirPods Pro啊 确实是 啊 抓得了这部分用户群体 当然如果你对于降噪 没有那么大的要求的话呢 其实选择AirPods就可以了 其实它们两个音质差距 差距真的不是非常非常大 唯多多的可能就是一个 呃 它给你塞的更紧实一点 但是同样的 入耳式耳塞 确实是不是带久了 肯定会不舒服 只是说呃 带的时间的问题 你像我带Bose的入耳式耳机的话呢 我可以带三个小时 但是我带索尼的话呢 可能就能带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就撑死了 就是因为它的设计舒适度 而我觉得我耳机 耳朵上的这个AirPods Pro呢 我觉得我至少能带一天 就感觉不会太痛啊 但是我有一个初步的感觉 但是我也需要长时间上手一下 那么基本上就这样子 更多视频道请关注 Technology BB的订阅账号 也别忘记记下来群号 和我们500多位小伙伴们 一起快乐的玩耍 那么就这样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